这个柠檬香茅你不要看这一小株 你种下去之后 它可以繁衍到 应该二三十株都没问题 有机栽培释放官模会上 台东农改厂人员介绍香草 简易繁殖及栽培技术 同时也表示 香草植物是休闲农业重要的一环 不但可以增加农业里有的趣味性 又既有多元性 那香草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 可以吸引游客的元素 在我们的民宿业者 他可能没办法 很大量的去种植 但是如果你在你的园区里面 有这些香草植物加入的话 它是可以非常吸引游客的 官模会一共吸引148位 来自花东的民宿业者及居民参加 希望学习到种植香草及教工技术 提高我们自己民宿的特征 那上了客座有收获吗 一定有的 希望是说我们民宿更提高一些 香气味以及 以及周遭的环境有所改变 前来参与的当地族人 对种香草很有兴趣 但希望说成后必须要有人收购 否则是徒劳无功 对于猪人的诉求 台东荣开厂请表示 香草适合小量种植吸引游客 不过或许可以借有上等地区 对种香草的优势 专门重点发展香草 然后慢慢做出相关产品 成为地方特色产业 原时新闻法卧了台东都和采访报导